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大选就是一场真人秀 我在美国啊 我经常去参加观摩一些政治活动 经常看到这个要竞选公职的人 满脸堆笑的向选民推销自己 拿着承达的名片或者宣传册逢人就塞 有一次呢 一个候选人看见我主动的跟我亲切握手 我赶紧说 我不是选民 我是来打酱油的 话没说完 人家就把笑脸收回去了 这个很正常 因为人家呢 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 而我不是选民 可是问题追究起来 他们真的对选民负责吗 其实美国的政治制度啊 特别像一种有限责任公司 在这个所谓有限责任下 政府它无非就是统治集团的一个代理人 就像一个公司里的CEO一样 只需要承担有限的责任 早在一百多年前 欧洲人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美国的弹劾制度跟欧洲不一样 美国总统犯了错 只需要承担政治责任 大不了下台就了事了 其实想想人家就是个首席执行官嘛 当然犯不上打尽身家性命 这种有限责任性 是美国民选官员在竞选的时候信口开河 当选之后背信弃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你看看美国哪一任总统当选之后 他兑现承诺了 就说奥巴马2008年上台的时候就提出 要关闭关塔纳摩监狱 要降低国债 要修建高铁 降低国债咱理解确实比较难 但是关监狱了 修高铁这么具体的事 按说应该很好实现 如果搁在中国分分钟就搞定了 可是八年过去 监狱依然没关 铁路一米没见 却没有任何制度来要求总统承担这个责任 有人会问了 人民不是有权罢免官员吗 你说话不算数 我可以罢免你啊 但是在美国 你要知道 在州和地方的层面是可以动用罢免程序的 但是在联邦层面却不行 因为大选选出来的总统和议员 一旦就职 选民没有办法对其加以程序约束 只能靠人家自觉了 在一些搞议会制的欧洲国家 或者比如像中国咱们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代议机关都可以代表人民主权 要求政府向它负责 但是美国没有这样的机构 美国是什么呢 它叫三权分立 建立起了立法 行政 司法 三大分支 让三者互相制衡 咱们国内经常有人说 三权分立恰恰是美国制度的民主性 优越性的体现 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三权谁能代表人民主权 当一件事大家都可以代表的时候 就等于没人代表 所以这种三权分立的形式 注定了它民主责任的模糊性 人民有了意见 没有一个机构愿意承担责任 打比方在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老百姓第一想到的 我要找政府 政府也有责任来解决问题 但是在美国 人民找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负责人 在中国比如发生自然灾害 国家领导人会在第一时间飞临一线 解放军迅速赶来救灾 朋友们都吃过肯德基的新奥尔良考试吧 2005年 美国的新奥尔良城 就遭受了一场飓风灾害 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 但是小布什总统继续在农场度假 三天之后 国民警卫队才抵达了灾区 任务却不是来救灾 而是来警戒 当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 坐着装甲车 进入新奥尔良的时候已经不是赶紧救人了 而是和灾民玩起了枪战 所以选民一旦投出了选票 政治就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 满不满意只能四年之后再投一票 然后又是四年的无能为力 所以也难怪美国政治冷漠现象越来越严重 选民登记和投票率一直很低 一位美国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今年大选有一个新现象 说往年大选的时候 居民都会在前院的路边挂上大选的海报 今年却特别少 也许这就是政治冷漠症的一个表现吧 这到底是民主还是选主 也许今年大选中那些反建制派的草根选民 尤其是那些已经放弃投票的人 他们心里更清楚